像我们整个系统中 正式系统运行不可能是通过那个玩意来操作 那样的话就无所欲说 怎么去通过程序来推连接数据库了 那就没有那个意义了 所以说我们还是得学习 怎么去通过程序 通过Nodex来去操作数据库 首先我们要用Demo去演示一下 就是先不要考虑怎么去使用它 先不要考虑怎么去集成 先不要考虑它怎么去使用在我们的系统中 我们先去跑通 跑通之后再说 跑通之后我们再考虑一下怎么封装 因为数据库操作毕竟是基础的一个工具 特别是底层的一个工具 所以说我们跑通之后要把它封装起来 封装的时候我们还要考虑两个配置 一个是线上的配置 一个是线下的配置 就是我们数据库 线下测试的数据库 线上的数据库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吧 线下测试的数据库可能里面的数据乱天巴达的 你随便写什么都行 你随便搞什么操作都可以 但是招了线上的数据库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说我们还要考虑这个配置的问题 最后是一个使用 怎么去在我们封装之后 让我们之前做的那个API 直接去使用这个数据库的工具 怎么去操作数据库 不管是查询也好 提交也好 还有搜索也好 还是说什么更新也好 删除也好 怎么去直接操作数据库 而不是说 再去使用那个假数据了 这样的话 通过这个学习和操作之后 假数据就永远跟我们说再见了 我们再也不用假数据了 好 这块呢 其实PPT没有什么可演示的 我们就直接来去代码去演示就好 首先 我们要建一个空白的目录 这个下面只有一个index的js 这个js里面呢 其实什么内容都没有 就是我新建的一个文件而已 然后啊 我们先要对这个空白的目录 进行一个npm的初始化 OK 初始化完之后呢 我们安装一下mycycle 这个插件直接去npm install mycycle就可以了 这个i就是install的一个缩写 按之前呢 我们把这个淘宝的镜像给它拷过来 这样按的会比较快一些 好 淘宝的镜像我们用过好多次了 在这个npm.taupto.org 这个网站中就有这个机制 我们可以拷过来 OK 这样就安完了 对吧 安完之后 你再看这个里面 tacketer jason也有了 很多的models也有了 这样的话我们通过vscode打开这个文件夹里面 可以看到mycycle就已经安上了是吧 然后我们怎么去用呢 我们可以通过index.gs中去洗来去操作 首先我们安了mycycle 我们肯定要去引用它对吧 通过recar来引用mycycle 然后引用完之后呢 接着是创建连接对象 connection的简写 我们就用con来去写就行了 然后mycycle.greatconnection 这里面要传个对象 host host是域 域是什么呢 我们本地嘛 就是localhost 对吧 你如果是要线上用的话 这个地方要写一个线上的mycycle的一个地址 然后user user我这用的是root 然后password就是这个密码 密码你自己写自己的 然后我的密码是mycycle-2018 告诉你们也无所谓 在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然后port port是3306 就是我是默认情况下的port 就是专口3306 然后是bit base myblog myblog是我们新建的一个数据库 上节逛建完的 对吧 大家看这个配置 port user password port这一些都是什么 都是你在一开始安装那个workbench 来刚开始提前连接的时候 这块都写过对吧 就你用workbench来连接mycycle的时候 这样我都写过 然后database呢 database这连接是为了什么 其实就是类似于我们 一开始 一开始让大家去写这个use myblog use myblog 就是说我们确定是使用这个数据库 然后我们在转件连接的时候呢 也是使用这个myblog这个数据库的 接下来开始连接 直接用connection.connect就可以了 好 这步完成之后就开始连接了 接下来就是执行cycle语句 我们简单的写出cycle语句 叫什么呢 select the信号 from users 这个大家很熟悉对吧 然后怎么去查群呢 怎么查群呢 我们通过connection.query 就可以执行去查群 然后把cycle写进去 然后有个回交函数 因为它是eboot的对吧 第一个参数是error 第二个参数是redout 好我们看一下 if error如果是error的话 我们把error给它打印一下 然后return 如果不是呢 我们把那个结果给它打印一下 好 织行完之后呢 我们还要关闭连接 连接一直开着 那肯定是不行 连接一直开着 我们这个进程是结束不了的 connection.end就可以关闭连接 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保存一下 首先我们要创建连接对吧 首先要引入mycycle 通过mycycle.createconnection 创建连接 然后里面呢 传入一些对象 就是我们本地数据客的一些配置 然后我们开始连接 连接完之后呢 就执行sicle语句 执行sicle语句 它可能会返回一个error 返回一个错误 当然如果没有错误 这段情况下就返回一个结果 然后最后呢 是关闭连接 好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执行一下 OK大家看 执行完之后呢 它返回的是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呢 是一个数据 第一个元素呢 是我们数据库中第一行的所有内容 第二个元素呢 是数据库中第二行的所有内容 对吧 好 这就是查询的结果 因为查询嘛 我们在这里面去执行查询的时候 也是要返回两行的内容 只不过呢 这是一个像表格一样的形式 而我们这个地方呢 是通过一个json的形式展示出来 其实内容都是一样的 那如果是我们这个地方不用信号 比如说我们用id user name 这样方式来查的话 保存一下 它出来的结果 大家可想要知 应该就是只有id和user name 其他的也没有了 对吧 好 大家看是不是很方便 OK 这是查询 我们可以再执行一个更新 update users set real name 等于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 作用上的形式给它写一下 等于什么呢 给它换一下 等于里4 因为我们好像那个里4 还叫里42呢 我们看一下 已经改过来了 没关系 我们可以再给它改回去 里42 然后wire user name 等于什么 等于里4 这样的话是一个更新的语句 update users set real name 等于里4 wire user name 等于里4 这是real name 这是user name 不要搞混 OK 那这样的话 执行 大家想一下 这个result可能会 返回什么内容 好 执行之后呢 返回内容 它是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呢 比较重要的信息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affected rules 就是影响的函数 是一行 因为我们更新 只更新了一行 对吧 然后changer the rules 就是已经更新的 行数呢 是一行 大家可能记得 我们在之前写 那个 你可以把代码翻出来 之前写 那个假数据的时候 我们在controller 去写update blog的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 这儿返回了一个true 对吧 比如说 我们期望的是 更新完之后 我们这儿返回一个true 或者返回一个false 包括delay 也是 我们通过什么 去判断返回数 还是返回false呢 我们其实就可以通过 判断更新完之后 这个地方返回的 这个affected rules 或者说这个changed rules 去判断 它如果符合我们的语期 比如说更新了一号 更新了两号之类的 我们就给它 返回一个true 它如果不符合语期 不管是报错了 还是说这个地方 影响的行数 和改变的行数 就是零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给它 返回true 给它返回false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再试一下 插入的 我们可以把之前的语句 直接考过来 就不再行 比如我们插入一个 博客吧 把这个之前查尔博客的语句 直接考过来 简单改一下 标题C 内容C 这我们还是用测试数据 然后日期 我们写一个最新的 名字 我们还是写成章3 好 这样的话我们 这个后面这个分号 其实加不加无所谓了 在这个地方 加也行 不加也行 不加也可以 这样的话我们执行一下这个程序 然后它应该会插入 插入完之后 它会返回一个result 我们看一下它返回的是什么 清一下 OK 返回的内容呢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insertid 就是新插入的吧 新插入的 它肯定要返回一个insertid 对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insertid是什么呢 是3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儿如果是 要获取这个blocks 表中的内容的话 我们看一下 看标题C 它这个id是不是3 对吧 是3吧 这个3其实就对应着 我们这个地方的insertid 就新插入的这个id是3 好 我们回到我们之前写的blog.js里面来 有一个newblog这个函数 这儿我们要返回一个id的3 对吧 那这个3是从哪来呢 这个3就是从我们这个地方 操作完出局后 它那个返回之里面 这个insertid来拿到 这样的话 其实前后关系 大家可能就已经有点那么意思了 是吧 好 我们把这些代码先合并掉 这一步完成之后呢 我们第一步就算结束了 就是那个node.js连接mysertid的一个demo 先不要管它怎么用 先把demo给它做起来 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 就是先requiremysertid 然后创建连接 连接里面要加一些配置 包括加这个database的名字 然后开始连接 写一个cycle一句 然后用quire去执行 执行结果中呢 这个结果可能 我们演示了三次 一次是查询的 一次是更新的 一次是新件的 对吧 每个的结果可能都不一样 最后是关闭连接 好 那这一节我们先到这里 有了这些技术之后呢 我们下一节就可以把这个 操作mysertid的操作 给它发动人员的动作